大家好 欢迎来到禅静 开始今天的分享 14年前 我上班第二年 单位组织集体考驾照 每位员工只需要缴800元 就可以到指定驾校学习 五年之内只要考试过关 就能拿到驾照 当时 同事们引以自豪的手机是诺基亚和摩托罗拉 单位院里停的最好的私驾车 是桑塔纳2000和老款两厢雪铁龙 我站在三楼的采变室里 想到自己一个月不足千元的基本工资 想到眼下四处租房 下把面条都要数着下几根才合适的单身生活 感觉苦日子怎么忘都忘不到头 我想 十年内能在这座城市买套房子 对于我来说都是件非常非常吃力的事儿 哪还有闲钱去买车 所以 考驾照根本没有必要 就压根儿没去报名 后来 报名的同事都拿到了驾照 并戊续买了价位不易的私家车 再后来 短短几年过去 考一个驾照要好几千块 王牌手机沦为辣舞者被赶出市场 傍射大院里的停车位上开始出现奥迪 曾觉得生活无望的我 竟然也过上有房有车的婚姻生活 心思 贫穷之所以会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 那是因为对于一个贫穷的年轻人来说 压根儿就不敢有想象力 他总害怕绝望会代替西纪 所以不敢做梦 他总害怕失败击倒成功 所以不敢出征 他忘记了 自己还年轻 而努力和变化 会让一切皆有可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